今次填詞是T-Rex 跟她溝通過很多次 我們都試過不同的方向 因為我本身這首歌 我自己出的目的就是 很想帶點歡樂 或者出一首比較開心一點的 但同時是跳唱的歌給大家聽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 期待了看我跳唱 可能有一段時間 還有我自己也希望新一年 都可以試一些新的風格 其實自己本身也很喜歡跳唱 雖然跳唱不聰明 但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件事 所以就有一個嘗試 我們就是用一個升降機去想 故事的 因為為甚麼 因為Demo本身就是用了Elevator Demo本身就是Elevator 我們有嘗試過不用Elevator 但因為 總是覺得Elevator最能吃到歌詞的音 所以我覺得Elevator最小 我就跟T-Rex談 不如我們試試怎樣用升降機 去轉化到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我們就想到 其實可能人生不用那麼急 很多事情都 因為好像在等電梯一樣 你也是要等到電梯裡 你才可以入電梯 電梯一入不到 或者發生甚麼意外 無論是你在電梯裡面 可能塵塵停 或是突然找電梯 很多意外發生 你都控制不到 就有點像我們的人生 就是很多次都控制不到 大家表達一件事 就是不如大家不要那麼急 就是輕鬆一點 放輕鬆一點 去對待你人生發生的每一件事 所以就用了一個故事 去包裝這個意義 而MV呢 其實我本身想像的MV 的確是把歌詞的故事拍出來 但T-Rex談現在其實不算是完全… 完全是的 因為阿星和Maggie 再將一些自己的想法 或者更加深層次的想法 再加進去 所以就讓大家在MV裡洗味 這次 首先為甚麼會有 那麼多的朋友嘉賓下串 甚至前輩下串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次這首歌 都是一首開心的歌 還有我都希望 有一個熱鬧一點的氣氛 給大家感覺到 還有剛好這個故事 的確有很多角色 是需要找人去幫忙演繹 而家英哥和小儀 其實很快就在我腦海中 投入了出來 還有阿Jer和Anson Lo 不用多說了 都很開心他們來幫忙參與MV 還有Koba Koba都是… 我相信本身有留意開我的人 或者我的粉絲都會 對他們的參演都會覺得很興奮 所以都很開心的一件事 的確有的 還有有一種歉的感覺 其實真的到了自己一個人 去做跳唱的時候 才更加發覺自己跳舞上 真的有很多地方 會很沒有信心 或者會很擔心自己跳得不好 就是… 這次找了肥仔排舞 肥仔是由我大學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跳舞老師了 所以他… 我一向對他排舞也很有信心 因為他會想很多畫面 我覺得他想的畫面可以填補到一些不足 但是到排完節目之後才發現 原來還有很多動作 真的還沒做得夠好 所以其實昨晚我都… 肥仔和我加醋了一堂 但是今天其實… 跳舞的部份真是最緊張的 即是接下來準備拍 也擔心出來的效果會不會差一點 但是… 應該可以的… 這次我首歌也有一個很標誌的手勢 那… 還有是我自己想的 哈哈哈哈 因為這首歌是說升級 我都跟肥仔說 我很想有一個很容易記的手勢 讓大家可以跟著的 那… 當初他有給過一些提示 但我覺得好像… 有點複雜 我想再簡單一點 最後就用了… 我就說不如試試這樣吧 即我開頭說不如… 好像有些搞笑 好像一個電梯一樣打開 最後就以免了一個… Elevate, Elevate 我相信這個動作應該是人都會做的 所以對於沒有跳過舞的人 都一定會做的 就是希望會令到… 更加加深到大家的記憶 自己本身都是… 對很多事情都是抱著一個可能… 上期自然 即是… 你急來都沒有甚麼用的 即是不要想… 不要想那麼多 我本身都是… 比較是這個心態的人 那…所以… 我覺得這個價值觀是對… 做人處事是挺好的 即是你自己會… 很舒服 即是你不會說有很多執著 或者很多… 嗯… 令到自己不開心的東西 因為你會說不要那麼急 可能遲些就有 即是一個… 嗯… 有一點點自我安慰得來 又是一個 positive 的一個價值觀 我覺得是 即是你做好自己 但是你說我急不急 其實有些時候我都很急 即是… 例如甚麼時候呢 嗯… 我唱歌亞瑞經常說我個人很急 即是我當… 我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就會… 我很想做盡他 就會很急 即是可能他搞一個 exercise 就會做… 不斷做…不斷做… 即是我覺得我個人比較喜歡用死力 即是… 嗯… 有些甚麼就是… 死衝難衝 我是比較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在… 處事方面 我又不是那麼急 他肯定也會好好 讓我會一直持續 谢谢观看